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第二个实战性的综合项目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散点跟条形图结合的这样一个图形 在这个图里面呢,首先我们是画了一个散点图 画了一个散点图之后呢 我们再针对散点图的两个维度 也就是它的x维度和y轴维度 画了它们对应的一个频率分布图 一个条形分布图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的x 在这个地方x点它分布的比较多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它的对应的高度就会越高 同样的y轴也是一样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画这样一个图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我们肯定是有一块画布有一块图形的整个图形的画布 然后呢在这个底部它有一个距离 在这个底部它有一个距离 我们把这个用红色的标注 首先这里有一个高度 这里有一个高度 然后这个高度呢跟这个高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对称的 好我们把这个高度呢 命名为margin marginboard marginboard 然后除了这个离画布的一个高度呢 我们还有这幅图的一个长宽 这幅图的一个长宽 当然它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个正方形 所以它是一样的 然后也就是这个长度 我们把它画到这里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叫做wise 宽度 这个呢和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画上这样一条线 好 然后除了这个呢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这幅图啊 主图跟这个 这条线图之间的缝隙呢 也有一个高度 又有一个高度 也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宽度呢 我把它命名为叫做margin between margin between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宽度 就是这个次图的这个幅图的它的一个宽度 也就是 这个地方 我们也把它画上来 我们从这里画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height height 通过这四个变量 就是margin border wise height 还有margin between 通过这四个变量 我们就定义了 整个图形的这样的一个构图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去生成 先生成这个底层的一个构图 好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写代码 首先呢 为了美观啊 我们直接用ggplot的一个风格 然后x等于 200个随机数 y等于 x加上 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图形 它是一个 旋律为正的 正相关的一个图 所以说 y是跟x正相关的 然后y是在x的基础上上向的随机震动 所以的话就会画出刚才的那样一个三点图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画图 在这里呢 我们有四个变量 四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呢 就是margin border 我们先把它暂时定为0.1 然后还有 wise 把它定为0.6 然后height height我们把它定为0.2 还有个margin between margin between比较小 我们把它定为0.2 好 有了这四个坐标之后 四个变量之后 我们就整个图的构图就构成了 现在我们要生成这三块 三块子图 我们现在查一下文档 要生成这个子图的话 生成这种自建议的子图的话需要怎么做 当然我们是要查那个x对象 也就是坐标主位对象 我们搜一下plot 这个是我们搜到的一个坐标主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有有三种函数 其中呢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他说 它的参数是一个rectangular 然后rectangular它是指定了它的left bottom 也就是指定了这个区域的最左边的坐标 然后最底部的坐标 然后它的宽度和它的高度 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了整个区域的一个大小 然后这个坐标它是一个相对坐标 也就是一个0到1的一个相对坐标值 相对整个图形的 也就是它每一个值呢都是从0到1之间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分别生成 这三个图形的left bottom height还有wise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主图 第一个主图的话 首先它的left我们把它定为left as scatter left scatter left scatter的很简单 就是 从这边这边是0的话 加上一个marginborder 所以说它就是marginborder 这是nefts 然后bottoms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marginborder 这个的比较简单 然后它的height呢 它的height就是wise 因为我们定义了它的宽跟高都是 都是wise 这个别量 height s 然后它的wise 也是 wise 别量 这样的话我们就 把第一个图的坐标生成了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 这个的坐标 这个坐标我们把它叫做 leftx 因为这个条形图它对应的是x的坐标 所以我们叫做leftx 首先它左边跟它是对齐的 跟这个s scatter图是对齐的 所以说它们的左边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应该是neft 也是marginborder 然后它的bottom呢 它的bottom呢 它有三个变量的叠加 首先是加一个marginborder 然后再加一个wise 然后再加上一个它们之间的缝隙 marginbetween 好 这bottomx heightx呢 就是等于height 因为我们这本身就这么定义的 y's x呢 就是等于y's 因为它们是一样的 好 这样我们x它这个图我们也定义好了 现在我们来生成这个图的坐标轴 坐标指 首先nefty 我们把它称作y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两个图它其实是一个x y轴对称的一个图形 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明显很快的得到 nefty呢 其实就等于bottomx 我们直接把它拷过来 然后bottom y bottom y呢 就等于marginborder height height y呢 height y就等于wise wise y 就等于 我们这里的height height 这样这三个图的坐标准我们就生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三个图的底图先给画出来 先给画出来 首先我们为了画这个图 首先要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画画布Figure 我们把它定为一个正方形 大小调为8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 rectangle等于left bottom whites 我们把它先拷过来 我们先拷过来 好我们现在第一个 RectangleS leftS bottomS rightS s 就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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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生成了对应的 所有的 rectangle 这个地方提示有点语法错误 拼写错了 我们画好这个图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生成这三个图形 首先是 ax scatter 等于 plt axes rectanger ax paste x x y 这边是y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三个图的一个基础图形给画出来了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好 这个就是我们先画出来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基本的一个结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